近日一段大妈乘公交中途下车,遭遇堵住车门大妈司机的视频引发关注。 据南方都市报消息,12月27日记者,从北京站派出所获悉民警,在26日接到相关投诉,事发在北京52路公交车。 大妈赶火车忘带证,遇中途下车遭遇后骂司机堵车门现场乘客拍摄的视频显示。 12月26日上午,在52路公交车上,一名身穿红衣的大妈,站在司机旁边与司机发生争执。 事发现场据同车乘客反馈该老人疑似因赶火车,但忘带身份证要求司机立即停车。 视频显示行车期间,这位红衣大妈,突然要求司机停车司机提示起马上到站了。 但是大妈随即朝着司机连骂粗口并大声称,我知道马上到站了我不去北京站。 我去拿身份证据,因车辆已驶离站台司机,就让大妈下站到站在下。 但是大妈更加变本加厉,大声吵闹我从哪上车。 废话走多远啊,随后在公交车抵达北京站东时,车上其他乘客提示大妈,过天桥对面,就能乘公交车返回大妈大声回呛,我腿残疾。 我走不了过街天桥,我现在晚了什么都晚了,随即堵住前门拒绝下车。 争执期间,同车乘客表示,还要赶时间上班,但是大妈继续堵住前门并称要拨打110报警。 随后,车上一名乘客拨打了110报警大妈,才在乘务员劝阻后下车警方。 接到相关报警,但未能联系上报警人。 12月27日下午,北京站派出所确认26日上午,接到相关报警民警告诉记者, 昨天上午9点多。 我们接到报警称52路有乘客闹事不让车,走,但随后一直联系不上报警人。 我们在现场没有找到相关人员。 27日下午,北京公交集团第四客运分公司方面表示, 公交车没到站不能停车集团,也有相关规定车辆离开车站后,中途不能开门停车。 随后,52路公交车调度是工作人员透露。 该线路因经过市区,乘客比较多,为了安全起见中途,肯定是不能停车的。 他表示,近期以来,公司加强了司机应对突发情况的培训,要求遇到类似问题。 司机应对的原则是不激发矛盾来源。 北京交通广播、南方都市报、新浪微博、腾讯视频、中国新闻中刊等编辑。 王亚贤流程编辑过单。